系列 关于叫做《在基督里》 Yamil跟你讲这个系列之前 最后的系列呢 我讲的是要 哇 你看到这里有什么 我一直这个人 我找很多人 我觉得 我不知道马来西亚学生 原来是这么没有读书的 我说他 我要找地球仪 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地球仪啊 我去跟人家借地球仪 因为我要讲到 我只要讲一个事情 我吃完了 所以我都不用去买嘛 所以我找地球仪 找两个人 我真的说什么是地球仪牧师 我说哎糟糕了 这么办啊 我就找internet找出来 就这样啊 我这就是地球仪啊 ok 我要讲地球仪的小话 呃 Yam 呃 当 你知道每一间学校都有那个 就是教育局 教育局 教育部有派那个 那些高官员 来去学校巡视 来去看 这个学校有没有 规模好不好啊 然后学生的数字好不好 老师的数字好不好啊 那学校的数字好不好 他都会去巡视 去查考考察 那个学校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会派那些高官官员 或者我们叫度学的人 去学校去 就是来度助来去来那个 好就是有一位度学去到某一间学校 然后去了学校呢 就去了参观他们的学校 其中 他去了这个怎么说 他的实验室里面 来去 啊 考察 忽然间他看到旁边有的地球仪 他就问其中的一个学生 请问 为什么地球仪是斜度23.5度的呢 23.5度的呢 那个学生 不是我错的 不是我错的 他本来就是这样了 本来就是这样了 然后那个度学就很 就找别的学生来问 你告诉我 为什么地球仪是斜度23.5度的 啊 那个学生 你也知道我刚刚走进来 完了 也不是我错的 也不是我错的 本来就是斜度了 然后 那个度学很不耐的 看着两位学生 又看着陪逢的老师 那个老师就说 这也不能怪他们 买回来就是这样斜度 他去啦 那个度学去的办事 就去办公室找校长 然后找校长谈这个事情 说 就解释给他整个事情 这样的由来 然后你知道校长讲 校长说 说来很惭愧 因为学校经费有限 然后 又是很小间的学校 所以我可能 我怀疑他们都是买 买夹货来的 看到没有 连校长都 从大到小 校长老师学生 没有一个人知道 为什么 地球一直斜山 二十三点五度 我要告诉你 这个教会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 我们可能 你说啊 牧师我已经是耶稣了 我是基督徒 可能有人说 我是牧师啊 我是教会的领袖 我是教会的某某人 但是 你是领袖也好 你是牧师也好 或者你是基督徒 如果你来教会 很久了 你是教会的会有 很久的会有也好 你 问题 你知不知道 你的 你应该了解和翻领角色 以为我们知道很多 以为我们已经很了解很多 但是 有些东西 我们真的一窍不通 就好像地球鱼 为什么二三点五度的 年龄也不知道 我今天也不大分告诉你 为什么地球鱼是二三点五度的 如果你有兴趣知道 我私下跟你谈 OK 今天要跟你谈的 最后一个课题 叫做 在基督徒里的第二个系列 留下美好的见证 留下美好的见证 我想问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对吗 我们都从自己家庭 有不同的文化 文化的背景 来 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有很多 很多的 不同的领域 对吗 但是你有问 你有从来 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问自己 当我一生走完 我顺便告诉你 我们人生短短几十年 所以你没有什么可过的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是聚去而已 就是暂时居住而已 所以我们一天要回到水泳 很里面的 但是这短短几十年 请问同学妹 你有没有想过 你想留下什么 当你离开这个人世界的时候 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想人家怎样评价你呢 最糟糕的是 哎呀这个人啊 死掉好死掉好 这个人 围压家囊人的 装骗人家 是老千骗子来的 他死招死招好啊 为民除害啊 社会少了一个败类 少了一个垃圾 如果那个人 那个所有我讲的 都在形容在你身上 你觉得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这短短几十年可不可悲 想一想 你想留下什么给自己 你的见证是否能够永生一人 我常常想这个问题 我也常常告诉自己说 如果有一天 我上帝把我接走了 我希望留下 只有一句话 躺下了 是上帝的夫人 忠心 对待他的时代 那这一句话就说了 我想 我想 我有的 有生之年 我希望能做到 我对 我 我对得起神 对得起人 我很忠心的 对我的时代来说话 对我时代来交代 有个服事 我用满了 完成我的服事 我就觉得很满意了 我不想说 大概有什么 规划 怎么做什么 没有 这些东西都不重要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我有这样的评价 这个人 躺下的这个人 是上帝的夫人 一身忠心 对待他的时代 这是我想的 好 那我们意思怎么样 我就知道 来我们来读圣经的话 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到十八节 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到十八节 圣经和本这样子 这样读 你们要很切祷告 在此 敬 警醒 感恩 你要为我祷告 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 能以讲基督的奥秘 我为此被捆锁 第四节 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 将这奥秘发明出来 第五节 你们要爱惜光阴 用智慧以外人交往 你们的原理要常常带着和气 好像用颜条和 就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个人 由我亲爱的弟兄推基督 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 他是中心的子事 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 我特意打发他们 他到你们那里去 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 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我又打发一位 心爱中心的弟兄 阿尼西姆同趣 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 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 第四节 与我一同做监的 亚利达古问你们的安 巴拉巴的表弟 马可也问你们的安 说到这马可 你们已经受了吩咐 他若到你们那里 你就接待他 耶稣又称 耶稣也问你们的安 风格里面中只有三个人 是为什么我都与我一同做工的 也是叫我心里的安慰的 十二节 有你们在那里的人 做基督耶稣 古人的 以巴佛问你们的安 他在祷告之中 常为你们歇你的祈求 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 得以完全 也信心充足 能站立得稳 也 他为你们和老底加 并希拉玻璃的弟兄多多的老骨 这是我可以给他们做见证的 所亲爱的弟兄 十五节 请问老底加 弟兄们民法 并他家里的教会安 你们 念的这书信 也教给老底加的教会 教他们也念 你们也要念 从老底加来的书信 十七节 要对阿基布说 不要谨慎 不要谨慎 尽你所从主所受的之分 十八节 我保罗请你问你们的安 你们要经验我的捆索 愿恩惠 常与你们同在 我们所祷告 所以我们感谢赵明尼 我们已经 感谢你的婆 你的恩典 我们已经把整个 哥罗斯书都读完 来查考了 主我求你帮助我 我们 刚刚我们在 研究最后的一章 主我求你的圣灵 来启示我们 让我们能够知道 你的心意如何 我们不要做糊涂人 就好像今天所讲的 我们要爱福光益 主我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生命 让我们能够成长 来 荣耀你的名字 奉耶稣的名 Amen 刚才我讲过 你要留下好见证 那圣经里面保罗说 要留下好见证 哪几方面 我们要留下好见证呢 我们来看 第一 圣经说你要留下 一个祷告的好见证 祷告的好见证 祷告的好见证 这里说呢 你们要恒切的祷告 恒切的祷告 就是说你要努力的祷告 你要不断的祷告 你要不停止的祷告 祷告 每一个人都在做 却很少人知道 相信 他真的有用 真的 今天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为什么祷告 为什么要祷告 为什么要祷告 祷告真的有用吗 祷告真的有帮助到我们吗 所以你要去了解 祷告每个人都在做 但是呢 每一个人都不相信 祷告真的有没有 我敢跟你说 为什么呢 牧师不是说 随便想讲而已 请看 不只是在我们教会发生而已 任何全世界的任何教会 你去的任何教会 你看 每一间教会的祷告会 很多人都在祷告 但是他们不相信 祷告本身有用 或者祷告本身有能力 所以 很多人对祷告 就好像那些 汽水的贩卖机 这样的 你去我那个 那边有一个 那边有一个 你放一块 一零吉 五十三进去 你就买一个 cola 跑出来的 那个贩卖机 很多人 祷告 就当祷告 好像一个贩卖机 他们抽很多的用递进去 他们买cola 出来的是沙西 出来的是别的东西 卖咖啡 出来的是卖肉 所以呢 因为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呢 我们就 对祷告 很满意的很少 认为祷告是没有用的 不效的 那么 我常常帮助人家 鼓励人家祷告 我常常把一个问题丢给他 请问 祷告能改变上帝吗 今天我问 同样的问题 问你 祷告能改变上帝吗 能吗 能不能 能啊 那 你要很清楚啊 有些人都不知道 祷告能 到底能不能改变上帝啊 好 Dust Dust Prayer change on 祷告能改变上帝吗 如果 祷告 有人说 祷告不能改变上帝 因为圣经讲 耶稣 基督 主儿子 今儿子 直到永远 不改变 他拿那个经文来讲 耶稣都不改变 怎么你能改变上帝 如果上帝有你可以改变 他不是上帝 你是上帝 有理由哦 那我再问一下 祷告能改变上帝吗 你已经开始模糊了 已经不知道到底能不能 什么啊 牧师给你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提示 如果 祷告 不能改变上帝 那为什么 你要浪费你的时间 而浪费上帝的时间 来祷告 明白吗 问题不在 你祷告能不能改变上帝 而是 你不要 你一定要 了解 祷告的 原则 基础 什么 祷告的原则 基础 就是神 信守他 神对他的承诺 很重要 阿们 神对他的话很重要 有几个东西 你在祷告里面 你必须要了解的 神的目的 比我们的计划重要 有时候我们说 我们上祷告 上帝要给我一两车 给我一个老婆 给我这个 给我生意好 给我有工作 给我很有钱 那是你生命中 你自己的计划 如果你的生活 和你整个生活里面 一整一整个部分 你没有行使在上帝的旨意里面 你也不知道你这一辈子 这一生的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你的祷告真的是突然的 你必须要活在上帝的心意里面 你必须要知道上帝在你身上 有何等的盼望 上帝的心意如何在你的身上 那当你祷告才能够摇到上帝的心意 第二 上帝甚至把自己的活 看着他自己还要高 上帝把 上帝很看重他自己的活 从旧业到新业里面 你常常看到上帝常做一件事情的 我指着我永生来启示 我指着我永生 别的活 永生来启示 为什么上帝 如果上帝是 是不讲骗话的 是真是的 是信实的 他干嘛还要指着自己来发誓呢 其实没有这必要 你明白吗 上帝没有必要为自己来发誓 上帝做这个举动的时候 像人类 像我们这样的人 说 我指着永生来发誓 你的后代必没有 当上帝这样讲的时候 他是要让阿亚波拉罕 让这些人相信 他是不改变的上帝来的 他是说话算话的上帝来的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 祷告有没有需要 你不是说 不是用 祷告能改变 不能改变上帝的角度来看 你必须要知道 为什么祷告 谁设立了祷告 第三 第三 神永远不会偏你 违反自己的过 如果你知道上帝的旨意 你读了圣经 你知道你越懂圣经 你越了解上帝的旨意的时候 你就越懂你的祷告 你也知道哪一个东西已经 已经过你的祷告 已经违反上帝的活了 上帝啊给我两个老婆 已经是违反上帝的活了 你永远不会 上帝不会给你两个老婆了 因为上帝会给你三个老婆 给你一生凄惨 一个老婆一生 够力了要三个老婆给你凄惨 你知道了 所以你明白吗 上帝不会违反他自己的活了 然后神的一知性和信实 乃是基于他的圣结 任何东西都关注 你要要求 跟他要求说 一定要圣结 一定跟圣结有关 这几个东西 我们来融缩一个世界的领够 我们融缩来看 祷告是什么 祷告就是人受以神恶法的权利 你允许神干预地上的事 就是说 你把你的权利交给神 让神来干预你地上的事情 你邀请上帝来插手你生活上的事情 这叫祷告 祷告真的有用吗 许多人不祷告 因为他以前试过 祷告没有效 因此不一定再面对失败了 而许多人确实在祷告 还有一些人在祷告 只是把祷告呢 当着宗教 于是 根本不在乎啊 有没有结果 哎呀 反正我是去祷告嘛 因为祷告到每天去祷告咯 有没有 上帝有没有给我 所谓的 反正我已经完成了 我小时候有个牧师 以为英文牧师 我才13岁的时候 他跟我讲一句话 这句话影响我到今天 他说啊 英文啊 英文讲 我让我解释给你听啊 Prayer is not doing something Prayer is being with someone 祷告不是做事情啊 祷告不是一个工作来的 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正基督徒啊 我们当祷告是一种东西 哎呀 祷告好像很内疚 很困高 哎呀 祷告祷告我做了 今天有做了 不是做 不是完成 不是立行任务啊 祷告 is being with someone 祷告你是跟你的阿爸父 跟上帝在一起 当你把祷告当了一种工作的时候 那是很可悲的东西啊 当你把祷告当的时候 主啊 父啊 我又有机会来亲近你的 这是一个很甜美的事情 OK 祷告是一种能摸着神心意的一个管道 祷告 掩盖是信仰是魔中最让人惊喜的意念 祷告能改变生命 改变人生 改变环境 人在试炼中得到安慰 安息 有忍耐 祷告能扭转烈火的趋势 甚至祷告能替基督赢得尘世 赢得全世界 你知道吗 祷告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要告诉你 谁设立这个祷告的 这个东西的 上帝 设立祷告 祷告是上帝设立的 不管在旧月或新月 你不难看到祷告 以及祷告蒙应允的例子 整本圣经 从旧月到新月 根本就是一本祷告的书 里面记载着 多少 有多少人在怎么样的情境祷告 上帝随听他的祷告 他也记载着 有多少个人祷告上帝不随听 因为他们祷告的心态是错的 但如果你好好读圣经的时候 你就能够只找到祷告能得到求一听的一个管答 所以问题是我们常常不读圣经 所以我们不知道祷告是有效的 圣经 整本圣经就是记载着 多少人祷告有效而得到蒙应允的 还有多少个人祷告没有蒙应允的 因为为什么 所以你读圣经 越多你越知道祷告的意义和能力 还有真正的祷告 会与神有亲密的关系 会追踪你更认识神的性情 会追踪你对神的诚信跟相信 会让人对神的话语有信心 会让人信靠祂的爱 会证实祂的目的和旨意 真正祷告会知取祂的应允 祷告就是为了要应允祷告 不然神就不会要我们祷告 因为神没有兴趣浪费你的时间和你的力气 祂是一个很实际的神 上帝要我们祷告 祂说你们要恒切祷告 因为上帝就是要为我们凡事 上帝就是要为我们在我们生活上 祈祷祷告 能够经历神看见神 Amen 这里有一个人叫 Charles Finney 是我一个很尊敬的一位的牧师和传道家 他已经去世200周年了 他在他的时代那个年代里面 我曾经跟你讲过这个人 他是一个律师 当时在社会里面 当时的社会呢 你必须要去教会 他不是因为信你耶稣去教会 他是为了表示他是好人去教会 当时社会如果你有去教会呢 就是代表你是好人 所以这个律师为了要证明他是好人 他是每个礼拜都去教会 但是没有信耶稣 但是圣灵有一次感动他 他拿起圣经来读 从来去教会多年 从来没读过圣经 但是第一次读圣经 他说哇耶 圣经蛮不错的耶 他讲的律法跟我们做lawyer 我们律师的律啊 是一样的 他其实他不知道 原来所有的律法 都是从圣经的世界来的 所以一直看 他人有越看越兴趣 那他也知道 当下圣灵就感动他 因为现在上帝的话 光照他的罪 他就会改 认罪会改 他以为在社会那边 在office里面认罪会改 每当office有人进来 他就赶快把很多的书 把圣经盖起来 不然人家看见他的圣经 他不好意思 但是圣灵继续来 在圣灵跟共同做工的时候 他认罪会改 他竟然把这里 繁琐在office里面 在圣灵社里面 祷告天气 他没有想到他能祷告 他竟然能祷告到那么久 七天七夜之后 走出门外的时候 走出了office的时候 他第一句跟他的伙伴说 从此以后 我不要做人的律师了 我要做上帝的律师 我要为上帝来辩活 我要为上帝来 来让人家知道上帝是很伟大的 他在他一生里面 总共带领一百万人信耶稣 一百万人 可是你说牧师啊 在教会历史里面 带领人家一百万人信耶稣 还有很多人 也有很多人在带领信耶稣 问题是这个芬尼 超细腻 这个芬尼不一样的东西是 他带领这个一百万人的人信耶稣 他的子孙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仍然信耶稣 到今天为止 他所带领的国子 今天到今天为止 没有掉落 而且中心的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到今天为止 第四代了 仍然信耶稣 这是不一样的 他讲过这句话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都给你听了特点 我确信整个基督信仰之中 最困难 最不容易做到的 就是保持一颗祷告的心 少了这一项 你将软弱 你如果 你失去了祷告的灵 即使你有天使的大能 也将一事无成 如果你灵性坠落 最好平靠下来 卸下你正着手的一切预备 归台归相成 否则就另谋高究吧 因为我想不出他有什么比 比以世俗为念的传道人更可恶了 圣洁的上帝必定拯救 保守他所爱的教会 脱离那不知祷告 和为何事之人的孤导和影响 在他活着的年代 他总共炒掉一百八十个牧师 他说你如果 如果牧师不祷告 那还当牧师来做梦 请你另谋高究吧 他是一个很相信祷告的一个人 因为他祷告是震动整个社会 在他的年代 所有的night club 夜总会 所有的bar 所有的chicano 没有独唱 所有那个不好的娱乐 娱乐事业都关掉 因为他的讲道 因为他的影响 所以说你们 祷告是很重要的 你有想一想今天 如果 我在外面讲之前 我给你看一个短片 虽然时间很有限 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给你看一个 一个宣教室 如何把福音传到一个地方 他如何带福音 把这种子撒在一个国家 撒在一个土地上 给你看 大概两分钟的一个短片 这地方在巴布兴基亚 巴布兴基亚 就在巴巴兴基亚 就在Ostrait的旁边那个小岛 几个宣教室 就去了当地的辅助的地方 去传福音 建立教会 去那边做的 给他们医疗的医疗服务 给他们去建立学校 教导他们的祖父 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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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安静的祖人 这是宣教室 宣教室的一个团 所有的团队 这种医疗吗 还是做玄奏 还是做宣教室 助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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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练 加油 他 每天 我 这是 对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这个学生反正也挺假惯的 就这些学校都在开始讲《认识之读书》有没有 从来没有读过书这个读人 也从来没有认识过之 有史以来第一次认识之后,他有毕业典礼你拿文凭,然后挤高兴呢 当他们教他们认识之后呢,这些宣教师就很有策略的来帮助他们认识耶稣福音 开始给他们一些读,一些书给他们读 在第二点点里面融入他们的文化,创当地的衣服,有没有那些宣教师 在他们建立了关系之后呢,就开始跟他们讲生命的课程 他们讲人是怎样来,根据圣经,为什么人会犯罪种种的用教义的方式 让他们知道,告诉他们神怎样创造天地的第一天,怎样创造天地第二天 他们用不同的形式,包括戏剧,包括各样的道具来帮助他们 这是当地的翻译员,替他们翻译他们讲的问题 条件还是很简陋,那个地方 开始用道具,用任何的货具种种来把福音传达 这些土著,对土人都觉得很新鲜 从来没听过 这些土著,关于神的故事,都静静有味 看,他们用破具,解释,他们俩造人 阿波拉乃是先把孩子,把他的儿子,键给上帝伊萨 就好像上帝把他的儿子,键给王 这样 阿波拉乃是先把孩子,把他的儿子,键给上帝伊萨 最重要是带着他的孩子,带着他的妻子过去 去一个他们不熟悉的地方 他们这个恶劣的环境 牺牲他们的生活,牺牲他们的享乐 离他们的国土,离他们的国家,离他们的家乡 去到一个他们完全不熟悉的地方 跟这些土著生活在一起 为什么为了这样子 他们用不同的管道,不同的圣经的故事来传说 传说耶稣 他们正是在这个地方有开始有 背部有开始有聚会了 他们影响很多 把他们的土著来听当地的福音 在这个地方有点兴趣 有点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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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这个地方有点兴趣 有点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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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兴趣 第一批接受耶稣的第一批补助主人 大概是这样 完了 完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宣教士 就去到放弃他自己的国家 放弃他自己的国土 放弃他舒适的家庭和生活 去到一个他不熟悉的地方 去传福音 传讲耶稣给他 今天 书铁列 你坐在这里很舒服的坐在这里 也是有人愿意拨他的时间 跟你分享一些关于耶稣的故事 你才有机会 能够相信耶稣 这个福音种子 在这个人的身上没有停止下来 他继续的研发 继续的把这种子拨下去 才没有今天能够接受到我们的书 像 好像 带你来 带你来 就是一种的种子 撒在你身上 你今天有机会的老小 因为这些人 他们没有让 他们不怕牺牲 也不怕被你拒绝 把福音传给你们 但是今天 我的关键问题是 这个种子在你身上 有没有停得下来 那些人 是没有自私地把福音传给你 而我们 有没有把福音的种子 继续往下去拨 你今天得着了 信耶稣了 感谢神已经得到救恩了 好吧 你家里的人 你身边的朋友和同事 你亲戚朋友 你知道吗 这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事情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事情 如果你一天你 你真正意识到 如果你家里的人 还是你亲戚朋友 还是你同事朋友 都下了地狱 他一天会告诉你 苏贞 我认识你整二十年来 你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一次的耶稣 今天我下了地狱 所以 所以 为什么要祷告 为什么要 保罗说 你要把福音的种子传下去 让所有的人 都有 让我也为我祷告 求神开传道 传道的门 将 讲基督的奥秘 传给人家 另外一个人 叫 叫 George Mueller 我也跟你讲过 那个圣经的伟人 不是 这个属灵的伟人 他有一本小册子 就是每一次 他祷告的项目 他都写在里面 然后呢 如果上帝打印他的祷告 他写日期 几月几号 上帝打印他祷告 这本书 总共有五万次祷告 五万次上帝听他祷告的 一亿云的小册子 你可以去买 可以买得到 George Mueller 去书店就买得到 五万次祷告的祷告 五万次专门听他的祷告的全见证 可是里面有一个人 有一个朋友 他一辈子为他的朋友祷告 六十二年 那个朋友还没有信耶稣 直到George Mueller 死掉了之后 那个朋友仍然没有信耶稣 在他还没有死之前 人家就访问他说 你这么 上帝这么听你祷告的 这么听你祷告 还有 你常常都记录这些祷告的那些记录 你觉得你人生有什么遗憾呢 George Mueller就讲一句话 我唯一的遗憾我没有看到 我还不能看到 我亲眼没有亲眼看到 我这个朋友不接受 他从没有怀疑说 上帝没有信耶稣 我不起来 他死后的一年之后 那个朋友信了别说 这个人 George Mueller 为他的朋友祷告六十二年 我要告诉你这个故事中 我叫你不要放弃道道 要狠切道道 你家人还没有信耶稣吗 你朋友还没有信耶稣吗 你同事还没有信耶稣吗 你同学还没有信耶稣吗 你同学还没有信耶稣吗 为他道道 他们需要负义 他们需要被拯救 所以不要问他们 还有 中国的第一个宣教士 叫做戴德森 他生非了 戴德森还有去中国做宣教士之前 他五年里面在英国 他自己的家乡英国那边 买着一个大张的中国地图 他就跪在那边祷告 每一天酷着祷告 祝王把中国教练 今天你读个圣经 第一本中文圣经是他翻译出来的 如果不是他 我们今天都不知道怎么叫生亡 总是有人愿意把这个宣教 所以说明明 那我们不要 只是停留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让我们做一个老高的好榜样 让我们有在福祉 不断的来传福 不断的来这个 接下来我们来看 很快的 为人的好见证 所以说你们要爱惜光阴 用智慧 宜人外人交往 你们原理要常常在的和气 好像言条一样 时间有限 我稍微跟你讲 什么叫爱惜光阴 爱惜光阴呢 这言文意思说 买进大量的机会 要寻找机会 要买进大量 爱惜言文就是 所谓买进的意思 光阴就是机会的意思 我们常常是时候 我们错失了很多的机会 你知道吗 当圣经说 你要爱惜光阴呢 就是说 你要买进 你要做出这个机会 去跟人家交往 用智慧跟人家交往 很多时候啊 我们不只没有 让别人来信耶稣 我们还拦住别人来信耶稣 因为看到你的死人样子 所以说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 我们生活举止啊 我们的讲话 真的是让那些人来 不能够来信耶稣啊 接下来要讲说 你们的原意 你们的原意 要常常带着和气 好像用言调和 就可知道 怎样回答的人了 有些人一开头啊 就好像机会枪 烧死很多人这样哦 可是圣经经讲 你的原意 要常常带着和气 和气这一言文就是说 恩典 就是说你讲话叫做恩典 那你说牧师啊 什么叫做讲话有恩典 然后告诉你什么叫做 讲话有恩典 讲话有恩典 就是说你讲话很温和 能够包容 能够壮壮 不刻薄 有人讲话很坚信 坚穿刻薄的 哎呀你这样不漂亮啦 这样穿不眉啊 坚穿刻薄 有寒涯 叫人听了舒服 叫人 听了不会引起反感 不会造成 让他造成尴尬的局面 啊 另一句话说呢 你讲话要有风度 阿们 所以我们 不只是听了耶稣 我们停在那里而已 我们的言行举止 要 有人够听 而且圣经这么讲呢 什么说 要有和气啊 就是说听了啊 人就好像听了很舒服这样 请问 你回去想一想 过去以来你讲的话 人家听了好像在听唱歌 很舒服的样子 有多少次 还是人家听了就是 哎 这个你又讲过了 赶快跑 这个是很糟糕的情况 第二 圣经说 你要用盐调和 盐有什么用处 兄姐妹 盐有什么用处 第一 请问 这里有主办的人吗 有主菜的人吗 如果你主菜不放盐 什么东 什么菜都不放盐的 这个菜好不好吃 不好吃吗 所以圣经讲 你要用 你的锅盐 要用盐调 要放盐下去 让人听了很好吃 很好听 听了好想再听 然后盐有什么功能功效 盐能够防臭 防腐的作用 有些人呢 就是你讲过没有放盐 一开一开口 你的嘴巴就很臭了 啊 听了就很糟糕了 所以你讲 要放盐 然后食物有腐烂 防腐的作用 就是说 这个社会有很多 在败坏 有很多的邪恶的 我们要用盐来调和 让人看出来 你在原理上 让人看出来 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 是一种不同的 阿们 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三 服侍的 除了做人 做主事为人 第三 在教会服侍的好榜样 这里有几个 保罗特别强调几个人 特别提到他们名字 第一就是推吉谷 第二就是阿里希姆 第三就是阿里达谷 第四就是马可 第五就是底巴佛 第六就是路加 这些人有什么特点呢 所以你给神经讲 第一 他们是亲爱的弟兄 老保罗称呼他们 叫亲爱弟兄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愿意放下自己身段 来服侍神 叫兄弟姐妹受造就 叫神的家受造就 他们愿意投资 他们的时间 在服侍的方面 有十二级的精神 无私的服侍 所以我盼望每一个神姐妹 你来教会 我希望你能找到你 你能找到你自己服侍的岗位 当你有服侍的时候 你也没有 你的生命才能活过来 如果你当你坐在那边而已 你的生命不能活过来 当你有服侍人家的时候呢 如果你在有服侍的时候 你才有被挑挂的可能 而不是一个 只是一个来参 叫什么 观光者 你是参与者 当你参与的时候 你就明白 这个其中的那种 上帝怎么使用你 而上帝在你身上 动工的一个部分 然后 他们 甚至讲他们是忠心的仆人 这里有吗 还不知道我眼睛没有 你都忘记了 他 甚至讲他们是忠心的仆人 忠心的知识 忠心 他们在服侍上 服侍的责任上有忠心 不是说 哎呀礼拜天 哎呀 sorry啊 我要请示奉法 他不在了 他就把他的责任交给别人 这叫不忠心 有教育你的 你去做 尽量做 叫忠心 教会需要有忠心的人 上帝的国度 需要有忠心的人 不要来到教会 十点 十一点才来到教会 赶快去 好久没看 那个 司风表 今天是谁读经啊 今天是谁 谁领上 今天是谁 谁做交代言 那就很糟糕了 要 我们要有服侍的 建成 我们 有 服侍的意愿 然后 圣经讲 你是 他们是忠心的执事 在执这个原文呢 是 仆人的意思 waiter的意思 有去一个 restaurant吗 waiter在旁边 准备来服务你 所以呢 当圣经保罗说 他们是忠心的执事 就是说他们是做好准备服事 随时后命来服事人的意思 第三 圣经说 他以我一同为神的国 以我一同做公的人 就是说他们有这些人都有保罗的同样的思想 他们跟保罗有同样的看见 他们和保罗有同样的国度意识 也 所以他们能够跟保罗就在一起 今天 教会 这里 平港教会 要发展这平港教会 不是牧师一个人的责任 我需要同工 我需要你们一般的人 跟我一同的看见 一同的想法 一同的有国度的意识 我们来集齐来建立这个教会 所以今天圣经告诉我们的教会 第一 你要留下美好的见证 第一 你要有祷告的好见证 第三 第二 你要有为人的好见证 让人从你身上能找到 能听到 能看到 有得 自得 称赞 赞美耶稣的 的 好见证 第三 服侍的好见证 让我们不是来被服侍而已 我们也要学习如何着服侍了 Amen 让我们站一起看